看看新闻网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2010年 导演延波事件被砍事件的轰动一时 他和演员李小冉的恋情也因此浮出了水面 四年过去了 期间先后爆出过婚期 怀孕 流产的两人 却在最近被传分手了 都说风雨之后总能够见到彩虹 一起走过了这么多坎坷的李小冉和延波 难道真的就这样形同陌路了吗 今年只想过一个一个人的生日 今年的5月8号是李小冉38岁的生日 可是寿星在这一天只留下了 这样的一句伤感又孤独的发言 一个人三个字也似乎预示着 李小冉已经过回了单身的生活 这个事情是一人的次元问题 我们不方便回应 李小冉和导演烟波的恋情 轰轰烈烈的曝光后 双方一直刻意保持低调 此时两人并不属于喜欢晒幸福的一段 但是在生日这天发布 这样一条讯息实在太过惹人遐想 生日过后 李小冉又重新过上了风平浪静的剧组生活 等待转场时 众人扎堆在导演身边 只有李小冉独自一人撑着一把羊伞 若有所思 作为个性派演员 细力疯疯活活的李小冉 在现实中的恋爱 也是敢爱敢恨 其中他与导演烟波的这段恋情最为轰盗 2010年烟波被多人砍成重伤的新闻 瞬间引爆了娱乐圈 烟波遇息之后 当时以女友身份亮相的李小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此次砍人事件的罪魁活手 极有可能是自己的前男友孙东海 由于孙东海一直不答应和他分手 结果导致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 一直遭受着威胁和恐吓 所有的通话的内容 你跟所有朋友发的信息 全都 你所有的隐私 全都被别人查了 就是这种事情 我觉得特别恐怖 烟波被看一世几多惊险 她的伤势至今也并未痊愈 还好一直有美人相伴 才得以慢慢走出阴霾 此后烟波和李小冉 越发低调 就算是在同一步距离 也能做到 不一起吃饭 不一起收工 也不太近乎 他们两个经常眉亮的眼距 虽然我没说 但是我经常会看到 平平淡淡的日子 一直到去年起了小波兰 2013年中 李小冉怀孕了 在前两天 我看到这个生日 我想没有像他 他跟我说过 他有这个准备 我觉得他就不太准备 因为我很多生日都是 游战才刚刚 我现在就 到时候 在这一个事情 当时李小冉的喜悦 异于眼表 可是头一次怀上宝宝的他 对于一些孕妇大忌 却有些掉以轻心 那你今天穿这么高的 就是威胁 然后 所以我说今天 我今天想穿一个平底下 但是知道他 他没有自己穿高的威胁 在这一点上 烟波可比李小冉小心得多 怀孕期间 李小冉和烟波外出就餐时 当时的准爸爸 处处细心体贴 开路开车门 面面俱大 好事多么不久之后 噩耗传来 李小冉流产了 今天气色不错 人身体恢复了 恢复得多 最近一直在调身体 吃中药 然后 最近感觉 好像比以前要好多了 流产事件 对于李小冉打击不小 还好当时 他和烟波的感情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婚期也在原定计划中 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你去办婚礼吗 今天来看这个 婚纱的希望 希望是明年吧 现在有计划了 对 有计划了 原定2014年结婚的 李小冉和烟波 却在年后感情生了变 今年4月亮相 某活动的李小冉 对于婚期 一世言辞闪烁 曾经的甜蜜镜头 早已不在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两人的感情急转直下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说到底 感情终究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是经历过风雨 就一定能见到彩虹的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祝福李小冉和烟波 能够找到生命中的 那个对的人 新闻在线 编辑报道